前两天出去晃了一圈 记录一下我的流水日常 我的手上还拎着 从上海拿着弹塔 这个弹塔需要提借在手机上订 还蛮难强的 这个走廊有一种走不完的感觉 本来觉得呢 就是这个酒店还蛮性价比的 后来有点后悔 因为在阿娜安亚的那个APP上订 它更划算 因为我到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五六点了 所以放下行李之后呢 就准备去觅食 坐上酒店的接送小车车 准备去吃火锅 因为刷到这个穿三号 就是小列车的感觉 就还蛮漂亮的 然后这个火锅怎么说呢 就是普通的好吃 吃好之后呢 就去海边市集 溜了一下下 买了一点水果啊 冰淇淋什么的 然后又叫酒店的车车来接我们 然后已经把冰淇淋给吃了起来 回去还吃了菠萝蜜啊 酸奶啊 反正就几乎都吃光了 已经放弃减肥了呢 第二天天气还行 不算特别特别晒 然后就想说中午就随便去吃一点东西 就去吃了这家米线 也是小红妆什么的刷刀 还评价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很普通 真的非常普通 然后上菜非常的慢 等接驳车的时候 遇到两只小狗狗好可爱 然后就去的礼堂 因为戏剧节刚结束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人不算特别多 但是想要拍出那种照片的话 还是反正有很多背景的人啦 风真的很大 把我头发吹的乱七八糟 但今天的妆我觉得 嗯还不错 有点那种日杂的气息 如果真的惊下心来 坐在那里看看海 其实会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天太浮躁了 就这样子大概 看了一下就走了 我一直很喜欢 就是割完草坪的那种 很清新的味道 也很喜欢没有什么目的的 走走晃晃 就感觉很放松 买了个冰淇淋 海盐口味 我觉得还不错 26号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就说去买个蛋糕吧 但是小镇广场的这家 阿春会没什么 有生日蛋糕的 要去艺术中心的那家店才有 但是到都到了 我们还是买了个蛋糕 然后点了个咖啡 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蛋糕很好吃 但是它没有室内座位 都是室外的 真的太热了 就去对面的画眉晃了一圈 冷静很足 也很适合拍照 然后精脆水真的很便宜 买了好几瓶 而且我生日还有大额积分 出来之后 买了杯花梅特条也很好喝 然后就去艺术中心 那既然到了 就不能光订蛋糕 就去那边晃一圈吧 蛋糕要6点半左右才能拿 因为那边也闭关 然后就又叫酒店的接驳车 送我们去Taggy的蛋糕房子 下午傍晚的这个时候 天气变得很好 太阳又柔和 真的很适合拍照 进去逛了一下 也没什么可买的 因为网上也都有 带回去也很不方便 这里面看到这个盪秋千 还蛮好玩的 但是没有敢去玩 时间很空 就又叫了酒店的接驳车车 送我们去孤独图书馆 本来想把这个行程 留给第三天的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干 就还是去了 图书馆里面呢 是不可以拍照的 可以安静地坐在里面 看看书 看看海 就是感觉会让内心很平静 晚餐我们决定吃烤肉 到了这家勾勾烤 然后在前面的笼子 没有这小狗 上面写的勾勾勾勾 真的好可爱 这家很正宗 老板娘是韩国人 还有过来帮我们烤烤肉 就很热情 口味很好 还蛮好吃的 我去忘记录视频了 反正就是摆拍了几张照片 因为大家也知道了嘛 总共要有点仪式感 发个朋友圈 最后一天爆炸热 39还是40度 真的热疯了 还是早上起来 先去吃午饭 到了这家穿三水煮鱼 环境还不错 就是有点难找 太热了 赶紧点个冰粉 降降温 上菜还挺快的 可能我们吃的时候 已经是一点钟了 这个娃娃特别麻 其他菜就普普通通的好吃 感觉安娜亚该打卡的地方 也都打卡完了 那天真的太热 但是拍出来天就特别特别烂 然后在等待酒店的接驳 测试间我们的时候呢 就去了购房中心 看了一下 还蛮多人来看 这边的旅游房产的呢 嗯 我的小假期结束 出发去机场了 安娜亚拜拜 感觉还会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的声音乐